其實袁醫師講一個重點 現在好的意思年齡越來越大了 對啊 弄音還會 對啊 然後做個包什麼 包袱還是什麼 包袱 不是 那個叫什麼 懶人包 懶人包一樣你就會 你看我們就懶人包都講不出來 對 來 第三個 醫師講話不留情 直接叫我寫一書 是的 太過分 其實這個故事是 因為我在北京拍戲 然後當時我是同時嘎了兩部戲 然後那時候就是 突然就是第一天的時候是 然後這時候我一定要跟大家呼籲一下 就是如果感冒發燒的話 絕對要馬上看醫生 可是一般人 尤其我們在拍戲的時候 對 或在家裡不舒服 一定先找感冒藥吃 對 對 而且你 因為演員 你不想耽誤大家拒絕的時間 所以看能緩和不舒服繼續拍 對 就是你會熬著它 所以我那兩天是發高燒去拍 然後第二天我也是發高燒把它拍 然後是第三天 我真的撐不住 導演也看出我撐不住的狀態 然後我就回家休息 到晚上的時候 我的那個 心臟就開始劇烈的劇痛 然後它那個劇痛的感覺就像是 有個人抓住你的心臟 一直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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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就開始一直呼吸不到那個空氣 然後後來就是開始劇痛 可是剛看你寫真集 應該不會有這種病症 對 你看 肌肉變成這樣 對 想問他 那個時候胸部肌肉有跳動嗎 不是 而且有跳是我覺得 就是反而我每天運動健身 然後而且我是三餐正常 反而還遇到這種事情 所以代表就是感冒發燒 絕對要注意它 不能輕忽 不能輕忽 然後我那時候痛完之後呢 我馬上就去那個急診嘛 他就幫我馬上插氧氣管 然後吃了藥 然後醫生還在我旁邊說 然後我就一直叫說 快點救我快點 我抓住他的手 然後就叫我簽那個 然後那時候就是我也是 那時候狀態我就直接趕快簽一簽嘛 然後我就直接被送進那個急診室 然後他開始就用那個星島流管 然後就很燙很燙 我全身我就暈倒了 然後暈倒以後 我晚上起來就在加護病房 那時候就是插了很多什麼 星島流管 還有檢測的所有儀器這樣 然後那天晚上呢 醫生就跟我說 我非常非常的不樂觀 我就趕快把我的所有的狀態 打電話給我台灣的醫生的好朋友 然後他就跟我 看完我所有的報告跟數據之後 他說 我七成會死掉 他叫我馬上寫遺書 然後我那時候真的是嚇到我 所以不是大陸醫師嚇你了 是台灣他說真的很嚴重 那個心境 就是你要面對自己死亡的 不是演戲 我長這麼帥我都還沒完蛋 對 而且他自己還沒出 沒錯 身體才跟面好 對 怎麼都還沒結婚 然後就突然就你知道 我不知道如果有一天 你們可以自己想像 自己要寫遺書的時候 你看我那有點眼眶泛紅 就是你要寫的每個字 寫給我爸 寫給我媽 寫給我哥 寫給我自己 我都全部慢慢的寫完 然後寫的時候 我就一直哭 一直哭 然後我就說 為什麼 我要死在這裡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那時候很難過很難過 而且對 講到一個重點 第一天檢查就 然後他是說 我要住院一個月 但是那時候 當時他講的專業術語 我完全聽不懂 所以我就請我台大醫師的朋友 跟 直接跟那個組織醫師對 然後後來我台大醫生跟朋友說 其實那些有些 就他直接勾說要檢查哪些 所以後來醫療費 第二天就沒有 沒有那麼多 對 沒有那麼多 他就是幫我確認 我每天傳照片給他看 然後後來傳到第七天的時候 他覺得這個時機點很穩 是可以搭飛機回來的 然後後來我就去台大跟龍總 而且台大加那個龍總的醫療費 又才一千多塊 真的是 沒有 真的 所以常常講台灣醫療真的很幸運 真的 真的很好 真的 然後那時候就是檢查完之後 然後後來他們跟我說 其實心肌炎是年輕人 而且 所以你那個最後是心肌炎 最可怕 對 我要分享一個很可怕的事情 我那時候在第一天寫遺書的時候 然後我那時候很緊張 寫遺書 寫了一半 寫更乖對不對 我就寫完了 不是 他又寫完 然後呢 更可怕的時候你知道嗎 就是他死掉之後 我就已經夠緊張了 第三天又住了一個人 然後一個老伯伯 結果到第五天的時候 然後我當時真的很緊張 我一直覺得我會不會 本來醫療要分三天寫的 現在一天都沒有 沒有 我後來我就真正的感覺到 原來加護病房 真的會有死亡的感覺 所以我就覺得就是 自己死過之後 現在重新我覺得 面對所有人就覺得好開心 就是可以享受 難怪看你現在那麼開心 我非常開心 就是很心 下次不要用血 下次用路 比較好 在中國 他現在最怕就是你誤診 所以他就到處檢查 怕很可惜 所以我還要再回答你一個 其實你剛剛在台灣 也是花了二十多萬 只是健保局吸收你的錢 真的嗎 所以你還在那邊講得很開心 其實你都有花到我們的錢 對 謝謝瓜哥 謝謝 謝謝你們 好開心 謝謝你們 謝謝 好開心 台灣 我們可以這樣 對 我們可以這樣 大家呼足團結很好 對 那心肌炎 確實是比較可怕的一個疾病 因為它隨時就像個感冒一樣 其實你這麼年輕 事實上熬過去就好了 你當時心臟會跳這麼快 很可能跟你亂服用一些 這個陳藥有關係 因為陳藥裡面有一個成分 是會讓你心跳加速的 所以你有時候 心臟已經有點受傷了 然後你再吃那個藥 就是那血壓就會掉 血壓就會掉 很多問題接種而來 所以其實打通電話 來我們台灣就可以 也許不需要到台灣的台大 那種榮種那種 這麼急到小醫院 可能我們一個小診所 就會回答你這樣 可是醫生我真的覺得 就是感冒發燒 通常就像瓜哥講的 不會有人 對 就是直接吃藥 都是桌裡 家裡翻一翻看有沒有降溫 對 所以我覺得 就是這個真的好恐怖 我也是這次才意識到 所以我才一直呼籲說 只要感冒發燒 不管大家 一定要看醫生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這個 發燒發炎其實最重要的 不是可能 剛剛降溫很重要 但是補水分最重要 因為在發燒的過程中 水分流失相當快 也相當急 那你在流失的過程中 電解質還會失平衡 所以這幾個東西 如何把水分補充回去 如何把這個溫度降下來 這是首要的東西 去找藥去治療這個 這個什麼發炎 或者是什麼病毒感染 那有時候反而不是那麼急 但是補水降溫 反而是首要的一個東西 我自己一個 膽結石開完刀的病人 那膽結石開完刀的時候 他第一次回診 回診就跟我說 他開完刀的時候 上腹會痛會不舒服 那一般我們開完膽結石 最怕肚子裡面還有問題 那我們就問他說 你吃東西排便有沒有問題 他說沒有問題 但是他說他真的很痛很不舒服 那我們就會覺得說 你這個開刀 右上腹誰不痛 那就跟他說 我可以開點止痛藥什麼 給你就好了這樣 因為有時候真的病人很多 他那醫生很可憐 跟大夫一樣 收費又低 病人又多 所以有時候真的會來不及 會覺得是小問題的時候 就說你先吃止痛藥看看 你有問題再說 結果一般來講 應該一個禮拜後回診 結果他隔兩天後 就又回診 我說你怎麼又來 他說醫生我真的很痛 又更痛這樣 然後我就說你 我還直接說 你平常是不是就生活 比較壓力比較大 是屬於容易緊張那種人 他說醫生你今天真的 就看一下 然後我就說好 因為現在開刀很進步 其實為什麼有時候 沒看傷口 就是現在我們開刀 有的病人的微創 他甚至一開完刀 八點開完刀 九點就可以洗澡 所有的傷口都不用管 對 所以我們常常有時候 就不會再一再的去 叫病人脫衣服翻衣服 結果一看還不看還好 一看馬上我就跟他說 對不起 前面通通都是我的錯 因為他前面有一些 小小的水泡跑出來 那個其實就是 對 其實那病人可能自己 也不是那麼的注意 就是一些小小 但是你真的有看 你會發現這樣子 那我就跟他說 前面應該就是你 那你應該是因為開完刀 免疫力比較下降 所以有帶狀炮枕的狀況 那前面你的痛真的是痛 是我自己疏忽這樣 也是很誠心誠意 跟病人去道歉 去處理這個問題 其實我有一個案例 真的是差一點眼 變成醫療糾紛 那就是我們有一個當事人 他晚上的時候突然腹痛 就是急性的腹痛 而且又發燒 所以那時候送到急診室的時候 急診科醫生就判斷說 這可能是急性的藍尾炎 所以就會從外科醫師就來開刀 就把他那個藍尾割掉 他就因為割掉完 醫院要做那個切片 要看一下那個狀況 結果發現這個藍尾滿正常的 所以好像就是有點割錯了 然後醫院其實也滿負責的 醫院就覺得說 那我就付這個醫藥費 那個你就 反正我就把你的病治好 然後因為畢竟是有 算是誤診 因為其實你藍尾沒事 那本來那個病患想說 好啦 那這樣就過了 結果可能就是在快結束的時候 因為醫生可能想要緩和一下氣氛 畢竟覺得不太好意思 他就說那個你進來等於買醫送醫 還幫你把藍尾割掉 那個藍尾其實也沒什麼用 等於你這樣子花一點 就是你也沒有花到錢 你就很多事情都處理掉了 醫生還這樣子後後面 就笑了幾聲這樣 然後那個病患又覺得說 不對啊 雖然我藍尾沒什麼用 可是這也是我身體的一部分 這也是我的藍尾 我的好藍尾 你居然把它割掉了這樣 而且民眾都會有一個想法 就是說 醫生誤診 絕對告訴他 絕對可以拿到賠償 可是我們就會跟民眾講說 其實司法法官也都知道 醫生不是神 你要百分之百的準確不可能 所以我們法律上 都是看說我醫生在當下 幫你看病 跟我當時發現的病針 我做的處置 是不是符合醫理的 醫學上合理的 只要我符合醫理 即使最後 不好意思 最後結果不是這樣 但是醫生也是沒有責任 所以那時候我就跟他講說 你這個通常要舉證滿困難 而且其實醫院也都有賠償 你一些損失 你這個告沒合 而且不一定會贏 那個難度有點高這樣子 只是這官司一打就打 好幾年麻煩 對啊 打好幾年 謝謝大家對好辣醫師們的支持 記得訂閱醫師好辣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 收看最優質的內容喔